一代伟人 博览群书 从三皇五帝到历代将相 发人之所谓发 言人之所谓言 不拘一格 令人深省 透过历史的沧桑风雨 去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 毛泽东妙凭帝王将相鉴赏 领略伟人眼中帝王将相的雄才伟劣 与是非成败 十五 守洁而死 忠烈千秋 北宋大将杨叶 在毛泽东眼里 杨叶是战斗而死的 虽说杨叶不是死在兵刀相割的战场 然而杨叶却是在被俘后不肯投降 绝食而死的 在绝食中的杨叶 依旧保持着那种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 依旧在用生命与契丹人抗争 他仍然是个战将 不屈不挠的战将 因而 毛泽东说杨叶是战死的 杨叶小传 杨叶 北宋太原人 父亲杨信 曾任北汉临州刺史 杨叶自幼卓尔不群 爱打抱不平 骑马射箭 喜欢打猎 所获猎物往往比常人要多 曾经对他的朋友们说 我以后成为大将 指挥千军万马 也就像用鹰犬追赶野鸡兔子一样 二十岁时到刘崇手下 担任保卫指挥使 以骁勇善战著称 多次被提拔 官至建有军节度使 战功显赫 所到之处 无不克敌制胜 全国上下都称他为杨无敌 宋太宗北征太原 久闻他的大名 曾经悬赏捉拿他 不久 太原孤城危在旦夕 杨业规劝他的主人 刘济元出降 以保全人民和财产 刘济元投降 皇帝派人召见杨业 非常高兴 任命他为 又领军委大将军 宋军回师 又任命他为 郑州刺史 皇帝考虑到杨业 熟知边疆之事 就又任命他为 代州兼三郊驻 薄冰马都部署 皇帝把金银珠宝 密封在口袋 赏赐给他 这时 契丹军队进入燕门 杨业率数千骑兵 从丁刑出发 经小路进至燕门北口 迂回到敌军南边 然后从背后发起攻击 契丹军队大败 英公升任云州观察室 同时兼任郑州和戴州的职务 从这以后 杨业使契丹人 无不闻风丧胆 许多束手边疆的主将极度 有人秘密上奏 指责和攻击他 皇帝看到这些奏章后 全部过问 一概封好交给杨业 雍西三年 宁军大举北伐 以中武军节度使潘仁美 担任云应路行营都部署 命令杨业担任他的副手 任命西上阁门使 魏州刺使王申 军器库使 顺州团练使刘文宇为监军 几路部队连续攻克了 云应环硕四周 部队进驻桑干河 不久 曹兵所不失利 各路人马班师 潘仁美等人返回代州 没过多久 皇帝下诏把四周的老百姓迁移到内地 命令潘仁美等人 率各自部队护送他们 这时 契丹国母萧氏 与大臣耶律汉宁 南北皮氏 以及武鸦替影 率领十余万人马 再次攻陷环州 杨业对潘仁美等人说 现在辽兵非常强盛 不可同他们交战争锋 朝廷只命令我们争取数周的人民 我们只要率领部队赶到大石鹿 事先派人秘密告诉云州 朔州的守将 等大部队离开代州那天 让云州的老百姓首先出城 我军禁抵应州 契丹人一定来拦机 立即命令朔州百姓出城 直接进入石节谷 再派身强力壮的弓箭兽 一千人排列在谷口 以骑兵在中路支援 这样一来 三州人民才能保证安全 万无一失 王山打断了他的议论说 统帅数万精兵 却为敌懦弱到如此地步 只管辉师奔赴燕门北川中间 击估进军 刘文玉也赞成这个主张 杨业说 不行 这是必定失败的阵势 王申说 您向来号称无敌 现在见到敌人 却必敌观望不前 难道是怀有异心吗 杨业说 我并不是贪生怕死 只是现在形势不利于我 白白的让士兵伤亡 而立不了功 现在您责备我贪生怕死 我愿为诸位 一马当先 临行时 杨业流着泪对潘仁美说道 这次行动一定会失败 我本是太原一降将 礼当受死 然而皇上没有杀我 宠信任命我为地方长官 授予我兵权 我并非是纵容敌人 而不敢出击 只是想等待有利时机 立下战功 以报答国家的恩誉 眼下诸位谴责我逃避敌军冰封 我理应首先死于敌手 于是指着陈家谷口说 各位在这里布置好步兵和强弩 设左右两翼以护为支援 等待我转战到此地 立即用步兵夹击敌人救我 不然的话 我不人马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生还了 潘仁美立刻与王申率领部下 在谷口摆好了阵势 自银石至四时 王申叫人登上托罗台观望 以为是契丹军队败退 想征杨野的功劳 便马上率索步兵马离开了谷口 潘仁美制止不住 就顺着辉河朝西南方向走了二十里 一会儿得知杨野兵败 立即率部队退去 杨野奋力厮杀 从中午到晚上 果然来到谷口 只见谷口没有宋军一兵一卒 即刻拍着胸口放声大哭 再次率领帐下战士奋战 身上受了几十处伤 士兵们伤亡殆尽 杨野还亲手杀死了数十百名辽兵 战马受了重伤不能前进 于是被契丹兵俘获 他的儿子杨岩玉也战死了 杨野高声常叹道 皇上代我恩仲如山 本来想荡平贼寇捍卫边疆来暴打 不料却被奸臣所逼迫 以至于皇帝的军队遭受失败 还有什么脸再活下去呢 于是绝食三天以后死去 皇帝得到杨野死讯 十分痛惜 不久下诏说 手持武器来保卫江山 听到战鼓声声就会思念将帅 尽了最大力量战死于敌阵 树立的明节超越了同代 如果不加以追念和尊崇 怎么能够表彰正义和刚烈 一顾云州观察室杨野 忠诚坚定如金石 英勇气概荡风云 自从投身军旅 立下了无数的战功 正当率领勇猛的军队 效力于国家边陲之时 而各位主帅却破坏约期 按兵不动 见死不救 独自率领孤军奋战 坚定果断 明知必死却义无反顾 即使要求古代的人 还有谁能超过他 这次将用特殊且隆重的典礼 以表彰他的遗众 假若阴魂有灵 应当知道我深刻的敬意 可以追赠他为太尉 大同军节度 上次给他家人 上次给他家人 不勃一千匹 素一千担 大将军攀仁美 官将三级 监军王身 除去民级 陆属荆州 刘文玉除去民级 隶属登州 杨也不懂诗书之学 忠正不阿 威武勇猛 足指多谋 精通兵法 能与士兵同甘共苦 法北一带苦于寒冷 许多人穿用毛纸品 杨也只身披一层棉絮 坐在露天里处理军务 身旁也不设火取暖 他的侍者全部冻僵了 倒在地上 然而杨也却安详如常 脸无寒色 为政联名 为政联名 统帅部下注重师益恩惠 所以士兵们都乐于为他效力 硕州冰摆之时 部下还剩一百余人 杨也对他们说 你们各自有父母妻儿 同我一起战死 没有什么益处 你们可以赶快走 日后报效天子 大家都感动得哭泣 不肯离去 滋州刺势王贵 杀敌数十人 见用尽后战死 其余的人也都死了 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 听到这些事迹的人 无不痛哭流涕 杨也虽已死去 朝廷任命他儿子 供奉官杨炎郎 担任重仪副使殿职 杨炎朴 杨炎训 一起被授予供奉官 杨炎桓 杨炎贵 杨炎斌 同时被任命为殿职 毛泽东评点 杨炎战死 剑赏 宋史卷武太宗本纪 在说到杨炎时写道 会弃丹十万 众赋献还周 杨炎护送千名御之 苦战利尽为所勤 守劫而死 毛泽东在杨炎 守劫而死的天头上 披下了杨炎战死四个字 杨炎原是北汉有名的将领 宋太宗太平新国四年 消灭北汉时 归顺北宋 杨炎在北汉时 原名为刘继业 宋太宗见他卸甲投诚 非常高兴 即让他取消北汉的次姓 恢复杨姓 丹明业 给予厚赏 并让他继续领兵囤守边境 杨炎入宋后 成了抗辽的名将 杨炎自归附宋朝后 一直带兵驰骋在 河东的抗辽战场上 自太平新国五年三月 出骑兵 以数百计击溃辽十万大军后 契丹人都畏惧杨炎的威名 每当同宋军作战时 只要一看到杨炎的旗号 就悄然引兵退走 杨炎因为英勇善战 屡立战功 而获得了杨无敌的称号 但枪打出头鸟 杨炎的战功遭到了其他宋将的妒忌 宋太宗在雍兆三年 派出的三路攻击辽幽州的大将 因为曹兵所率的宋军主力遭到惨败 其他两路宋军也被迫后撤 杨炎当时是潘仁美的副将 两人统率西路宋军 就在西路宋军后撤的途中 发生了杨炎被陷害 兵败被俘身死的事件 杨炎与潘仁美奉命撤退 并把云 印 朔 环四周利民迁到宋境 宋军撤退中 辽将耶律携诊率兵追击 连拜宋军与武台飞虎等地 8月间 潘仁美杨炎撤到 朔州南面的狼牙村 这时辽兵已攻陷环州 杨炎见辽兵人多士胜 认为不宜同辽兵争锋 主张绕道而行 避开正面强大之地 与途中的十节骨 部列三千强将 再用骑兵在中路接应 以保证后退的宋军 和被迁百姓 能安全撤退到宋朝境内 这个正确的建议 却遭到了监军王申 军器库使刘文宇等人的反对 他们主张不顾一切直屈燕门 杨炎认为这种冒险举动 必遭失败 王申竟指责他空有无敌之后 见敌不战 毁谤他另有打算 对宋朝怀有二心 王申的无理指责和毁谤 把平日对杨炎的妒忌 和敌事的情绪 都肆无忌惮地发泄了出来 作为全军主帅的潘仁美 本来也是有军事常识的 理应支持杨炎的方案 可是 当两种作战方案发生争执时 他却不表示意见 而实际上是支持了王申的主张 也默认了王申对杨炎的无理毁谤 杨炎这时处于进退围谷的境地 若违心按潘仁美王申等人的主张 去同冰封正盛的契丹兵征战 不是兵败身亡 也会因兵败被追究责任而治罪 若按自己的方案去行动 违抗主帅军令的罪责也难逃 他明知这些宋将是借刀杀人 把自己逼入死路 但他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杨炎作为一个从北汉归降宋朝的将领 尤其不能忍受别人说他对宋朝怀有二心这样的诽谤 于是明知前途凶多吉少 他还是非常激动的说 我杨炎不是怕死 只是认为实事不利 不能让士兵白白死亡 而又不能立功 今天你们指责我不去死 我在你们之前先死就是了 杨炎说完 带兵开向朔州 在率军开拔时 杨炎劳累横流 他对攀人美说 我此去必定失利 我杨炎本是太原的降将 本来早就该处死了 但皇上不杀我 反而让我带兵 我不是故意放着敌军不去出击 而是想找战绩 争取立尺寸之功以报国恩 今天诸位却指责我有意必敌 我杨炎一定先死于敌人手中 接着他又指着陈家谷口说 请你们在这里布置步兵强弩 分左右两翼准备救援 等待我转战到这里 你们就用步兵两面夹击相救 否则的话就会全军覆灭 潘仁美当面答应了杨炎的要求 在陈家谷口布下了阵已被救援 可是在杨炎出发仅仅四个时辰 王申见杨炎没有回来 以为杨炎把契丹兵击败了 怕自己在陈家谷口争不到功劳 就不顾元约 领兵离开谷口 想去争一份功劳 潘仁美作为主帅 不仅听任王申擅自行动 自己也跟着离开了 当潘仁美王申率军离开陈家谷口二十里的时候 就听到了杨炎战败的消息 但他们不仅没有回师去救援杨炎 反而率军迅速退走 杨炎率部同优势的弃丹兵作战 且战且退 自中午一直战斗到天黑 终于转战到陈家谷口 这时 他看到陈家谷口已经空无一人 潘仁美等人早已违约把宋军全部开走了 杨炎知道摆在面前的已经是全军覆没的命运 不由的抱头痛哭 当契丹兵又蜂拥而至时 杨炎看着身边仅存的一百多个宋军将兵 对他们说 你们都各自有父母妻子 如果同我一起战死 没有益处 他叫这些将兵各自逃生 带敌军散去 回去把这次战斗的情况向宋太宗报告 但是 由于杨炎平时很爱护部下将士 能同士族共甘苦 将士对他很有感情 他们都不愿丢下杨炎逃生 于是 杨炎又率领这些残兵 继续奋力抗敌 杨炎在战斗中 身受数十处伤 在身边的士族几乎全部战死 还亲自杀死了许多契丹追兵 到最后 中阴索齐战马受了重伤不能行动 而被契丹兵所扶 部下将官和士兵全部壮烈殉难 杨炎的儿子杨炎玉也在这次战役中战死 杨炎被俘后 不肯向契丹低头投降 他想到自己对宋朝一片忠心 却遭到奸臣陷害 以致兵败被俘 无限悲愤 决心用绝食而死 表白自己的一片赤诚 这位危陈敌胆的抗辽宿将 在绝食三天后 死于被押往燕京的途中 辽代在长城古北口 有个祭祀杨炎的庙宇 可能古北口就是杨炎殉难的地方 杨炎之死 使北宋失去了一位志勇双全 身受部下爱戴 而又威震契丹的名将 他受陷害和部下一起壮烈牺牲的 可歌可泣的事迹 当时许多人听了都为之落泪 人们为杨炎的无辜被害 而惋惜与悲恨 实际上也是对潘仁美 王申及刘文宇等人 济贤杜能 避害忠良的恶劣行为的谴责 潘仁美 王申等人因此分别受到将官 及除民发配的处罚 这伙致民族利益 和许多将士生命于不顾的 杜贤济能之辈 后来还一直受到人们的谴责 而受陷致死的杨炎 却受到后人不绝于耳的赞扬 以上是杨炎牺牲的经过 我们知道 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时 写的批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媒批 更多的是联系中外历史现实 再加上自己的独立思考 进行分析综合 然后进行评论隐身 借以阐述自己的见解 在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大量评语中 对历史人物研究的评价 占了相当多的分量 毛泽东在评价历史人物时 非常注意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评价 作为一个领导中国人民 进行了几十年革命战争的领袖 毛泽东非常赏识历史上那些 耿直刚正的人物 相反 对于无所作为 苟且偷安 无拥无至 品行不正的人 毛泽东都持批评态度 所以 当毛泽东看到描写杨业苦战利尽 为所勤 守劫而死时 披下了杨业战死四个字 在毛泽东眼里 杨业是战斗而死的 虽说杨业不是死在兵刀相割的战场 然而杨业却是在被俘后不肯投降 绝食而死的 在绝食中的杨业 依旧保持着那种 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 依旧在用生命与弃丹人抗争 他仍然是个战将 不屈不挠的战将 因而 毛泽东说杨业是战死的 用战死二字评价杨业 表现了毛泽东 对杨业这样的战将的欣赏 喜爱与肯定 相信毛泽东当年读到 有关杨业的这段史实时 心情一定是不平静的 十六 英明不朽 风范长存 北宋参政之事 范仲淹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无论是在朝中春风得意时 还是遭贬处施意时 他都不应自己的处境 而改变自己的志向 不宜悟喜不宜己悲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名 楚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誓尽一忧退一忧 他时刻都想着为国家设计尽忠 为天下苍生尽力 范仲淹小传 范仲淹自西文 为唐朝宰相范吕滨之后 祖籍陕西滨州 后迁江南定居 成了苏州无县人 父亲范雍博学多才 但官运并不亨通 只做了宋武宁军节度长书记 便去世了 此时范仲淹才两岁 母亲谢氏贫苦无一 只好带着两岁的范仲淹 远嫁给山东滋州 长山县的朱文汉 范仲淹因此改名朱说 范仲淹长大以后 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便辞别母亲 独自前往印天府 进入四目已久的印天府书院 败在名如七同文名下 七同文无以示尽 不积私财 不淫居士 终身教授 常常告诫学生 人当以行义为贵 七同文言传身教 对后来范仲淹 节俭奉公 居职亲联的正风 有很大影响 宋真宗大中降服八年 经过八载寒窗苦读的 范仲淹赴京赶考 终获金榜提名 尽是吉地 不久 范仲淹出任广德军 私立参军 专管御宋 广德是个地僻人穷的山区 官吏多横行不法 民间宋誉甚多 范仲淹到任后 立即将那些陈年基案 一一加以清理 审查复合 但广德太守 刚愎自用 致使冤生遍地 范仲淹不畏权势 根据事实 原因法律 经常与太守争论 对太守殉情委屈之案 必定要加以招雪纠正 天玺元年 范仲淹调任 柏州节度推官 柏州通判 杨日炎为官清政 关心人民疾苦 多心力除弊 深得百姓爱戴 范仲淹对杨日炎 十分敬重 两人成为至交 在柏州 范仲淹正式恢复范姓 并把母亲接到身边 赡养 宋真宗天玺五年 范仲淹又调任 泰州西西镇 盐仓监管 掌管盐税 西西是苏北海边小镇 人穷地僻 范仲淹却不以为然 他发现 泰州和附近的 楚州通州 经常受到海潮的清洗 当地老百姓 纷纷携家外逃 范仲淹决定 修堤救鸣 尽管修堤不是他 职权之内的事 但他还是月职 向江淮曹运 张伦上书 张伦十分赞成 并举荐 范仲淹为新化县令 全面负责修制海地 天圣二年秋 范仲淹率领 通 楚 太海 四川民工四万余人 正式开始动工 但工程开始不久 便遇上暴风雪 接着又是一场大海潮 吞噬了一百多民工 此时反对之声骤气 不少人认为 低不可负 但也有些官员 立主范仲淹之意 于是决定继续开支休堤 而恰在此时 范仲淹的老母去世 她不得不离职 居家受丧 但范仲淹仍在家中 心系海地 她不断写信给张伦 声明筑笛厉害 终于 在天圣六年春 一道长达一百五十余里的 海堤峻宫 横更与黄海滩头 往年受灾流亡的数千名户 又扶老邪幼返回家园 人们都感激范仲淹 都把这道海堤 称作范公敌 范仲淹在南京丁忧期间 当时应天之府 艳书很赏识范仲淹 让她主持辅学 她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 并且颇有法度 她对家庭困难的学生 总是解囊相助 资助其完成学业 而自己家人一缕不整 孩子们外出 不得不轮流更换一件像样的衣服 范仲淹也十分关心国家大事 她向朝廷上了一份 长达蜿蜒的建议书 她建议朝廷 能选择贤明之人 做周郡长官 举荐有成绩的人担任县令 排除社会上 有贤懒惰势力 淘汰容援 消除过多奢侈 严格选举制度 培养将帅 以加强边防 她还提出一条十八字方针 古邦本 厚明吏 众明器 贝荣迪 杜坚雄 民国厅 这里包含了她整顿励志 加强国力的改革思想 她的建议 深得当时朝中执政者的重视 天圣六年 时任副相的艳书 举荐范仲淹为秘书阁校理 范仲淹入朝以后 勇于直见议论风发 当时仁宗皇帝年已二十岁 但朝中军政大事 却凭刘太后一手处置 满朝文武 趋于太后的虎威 不敢有异议 范仲淹文之后 立即上书批评这种现象 要求太后还政于仁宗 艳书文之范仲淹此举 大为恐慌 他赶忙把范仲淹叫去 指责他轻狂无知 将获及举荐者 范仲淹速来敬重艳书 这次可当仁不让 我正因为受了您的举荐 才常怕不能禁职 让您替我难堪 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 而获罪于您 艳书无言以对 范仲淹因触怒太后 被贬河中府通判 密格的辽友为他践行 范仲淹此行 只极为光耀啊 三年之后 刘太后死去 范仲淹被召回金师 任又死见 这时 干旱和黄灾 正蔓延山东半岛 与淮河长江流域 灾情越来越重 范仲淹上书 要求采取措施拯救 仁宗一时尚无反应 范仲淹冒着杀头的危险 当面质问仁宗 如果宫中的人半天不吃饭 会怎样 江淮等地百姓吃不上饭 怎么能熟视无睹 不予救济呢 仁宗顿时醒悟 派范仲淹前往江淮 安抚灾民 范仲淹一到灾区 便不顾旅途辛劳 立即开仓镇粮 治病救人 很快取得成效 救灾任务完成后 他还特意将当地鸡鸣吃的一种名叫 鸟喂草的野草带回京师 呈献仁宗 并传世六宫贵气 劝戒他们不要奢侈浪费 又呈上旧笔实事书 针编实笔 不久 范仲淹的建议部分被朝廷采纳 收到了很好效果 明到二年 他因参合宰相吕仪简获罪 出之牧州 过了几年 他又由牧州转至苏州 范仲淹在苏州 又积极治理苏州水患 新办学校 仅幼二年 范仲淹以苏州治水有功 备召回京 拜为尚书礼部原外郎 并获天章阁市制的荣贤 范仲淹回京后 吕仪简便派人警告他 不要对军国大事妄加指点 或许此时范仲淹 应该吸取上次被贬的教训 但范仲淹毫无畏惧 他宁可舍官弃命 也不姑息奸恶 吕仪简知道范仲淹难对付 不久 便让他去做开封之府 使范仲淹缠身于 凡琐事务之中 无暇他顾 但吕仪简万万没有想到 范仲淹绝世如神 仅几个月就把南制的 开封府治理好了 当时开封城中流传着一首歌谣 朝廷无忧有范君 金城无事有西文 吕仪简在朝中任人为亲 彭比为奸 范仲淹对此非常气愤 他根据调查 绘制了一张官图 于锦佑三年 呈给仁宗 指责吕仪简用人失度 吕仪简也不甘示弱 反击范仲淹迂府 范仲淹又连上帝王尚好 选贤任能 敬明 推诿四论 斥责吕仪简狡诈 吕仪简更污蔑仲淹 勾结彭党 离见君臣 将范仲淹贬至饶州 许多朝臣不服 纷纷上书 为范仲淹说情 台关寒独 为迎合宰相的旨意 把范仲淹同党的人民 写成一榜 张挂于朝堂 于靖 尹朱 欧阳修等人 也被列为范仲淹同党 被流放到偏僻之地 仅幼三年深秋 秋风瑟瑟 范仲淹成船 远赴饶州 临行使 十里长庭 只有几位正直大臣 冒死为范仲淹鉴别 范仲淹在饶州数月 又喜至润州和粤州 此时 宋朝西北的党像族崛起 元昊称帝 宝元元年 元昊调集十万军马 侵袭宋朝延州 宋印鞭城不休 兵无训练 被打得一败土地 宋仲宗大为震惊 忙召集文武群臣商量对策 于是派傅耸为陕西前县主帅 韩岐为副帅 韩岐极力举荐范仲淹 于是范仲淹由地方支州 转为一名边关将领 冲任陕西经略安抚 招讨副使 52岁的范仲淹 风尘仆仆赶至前线 立即巡视边防 他制定了固守城池 出其制胜的战略方针 于是范仲淹 一面派人修筑大顺城 细腰城和葫芦拳诸寨 一面训练士卒 严明纪律 招服枪名 韩岐的看法却不同 他低估了西夏军势力 主张集中各路兵力 大举实行反击 庆历元年中月 韩岐接到西夏军 侵袭卫州的战报 立即派大将仁福率军出击 西夏军受挫撤退 仁福下令急追 直追到西夏境内六盘山路 在好水川口遭西夏兵伏击 仁福等16名将领阵亡 士族惨死一万多人 范仲淹的防守战略 被证明是正确的 他也并非主张消极单纯的防守 而是积极做好战争的准备 庆历三年三月的一天 他密令长子纯佑和藩将赵明 率军偷袭西夏军 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 他本人率部从其后 当部队快要接近西夏军防地时 他下令就地铸城 由于准备充分 只用了十天 便筑起了一座新城 成为西夏的一颗钉子 元昊几次进宫都无功而返 宋朝西北沿边人民争相传颂 军中有一范 西贼文之金破胆的名艳 自从元昊叛送起 宋边换再起 军费开支急剧上升 为了扩大收入 老百姓负担越来越重 农民的反抗情绪越来越强 至宋仁宗史已形成了 鸡贫鸡弱的局面 宋仁宗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便广开沿路着手解决 庆历三年四月 范仲淹从西北前县被调回京市 与韩岐并任书密院副使 七月参与正式 范仲淹在欧阳修等支持下 写成打手赵条 陈实事书 进城仁宗 主要内容如下 一 民处制 没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人 不能升任二府官职 今世内外的官员 必须任职满三年才可升迁 二 一侥幸 即限制大官僚的特权 防止他们的子弟窃具密格要职 正郎以下官 包括陆一级官 边远地区官员 必须任职满两年才可享受特权 三 经供举 为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 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 应先考测问和议论文 后考师傅 除考和议业外 也参考实际表现 把明经科只要求 死记硬背儒家经书的词句 改为要求 阐明经书的字意和道理 四 则长官 由中书省和书米院 选派各路的转运士 提点刑狱和大州部的支州 由三司 御史台 建举州的长官 再由州一级的长官 推举县一级的长官 五 军宫田 对金师外围官的人员 以等级提供相对应的支田 使他们有足够的衣食来养活自己 同时督其廉政 对违法人员予以严惩或撤职 六 后农丧 要各路转运时劝于本地人民 注意发展农业生产 各地县官应对水利工程定期治理 并定奖励考核制度 保证落实 七 修五倍 在金师附近地区招募强壮南丁 保卫金师 辅助正规军 这些卫士三级务农 一级训练 既可节省军费开支 又加强了金师的防卫 八 推恩信 即有令则行 有禁则止 将朝廷实施的各种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并派官吏检查执行情况 九 重命令 朝廷要取信于民 不能招令西改 要真正做到各项命令能够兑现 十 减摇役 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雅蜀合并 减少杂役人员 还可派一些州城的士兵冲任公义 将不应该承担公义的人 全部放回农村 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人宗阅奏大阅 立即按范仲淹的建议下赵令 搬行全国实施 这样便开始了以范仲淹为领导的庆立新政 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行 范仲淹十分重视励志的整顿 他亲自选拔一批精明能干 政治清廉的官吏巡视全国 检查地方官的政绩并如实上报中央朝廷 范仲淹根据个人的政绩 财能和品德 对不称职的加以降触 将有才德的人提拔上来 一时力封大便 但是 庆立新政触动了一大批守旧的大官僚的利益 朝廷内外阴云密布 乌生四起 支持范仲淹的十戒 被诬陷有费力皇帝的阴谋 范仲淹 欧阳修 傅毕被斥为蓬荡 一时流言满天 人心惶惶 傅毕为了避险 请求出使边地 其他支持者也纷纷出京 范仲淹自知新政已无法回天 也带职去视察河东和陕西 庆立五年 范仲淹出遍邓州 庆立新政昙花一现的失败 黄幼四年 范仲淹疾病发作 于是长辞 享年六十四岁 毛泽东评点 有办事之人 有传教之人 前如诸葛武侯范熙文 后如孔孟诸禄 王阳明等事业 宋寒范病称 亲曾佐病称 然寒佐办事之人也 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五代刚为横爵 风俗之坏即 冯道齐代表也 宋心稍一阵 然游未也 待范文正处 地利连结 民离十手刚长 戒于不轨 其志也 诸成礼意之士心 天下风俗 骚骚比龙东汉眼 范文正世家子 富丧 又随母是诸 故名诸月 初不自知 其为范氏子也 人告已故 乃感激而弃 立志苦学 三年一不解淡 常见金不取 管您之亚也 公盖苏州人 子姚夫 人辖四支 常欲故旧于今 见窘于子 只赠以卖云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 各有幸会 应当监读 读婉约派久了 厌倦了 要改读豪放派 豪放派读久了 又厌倦了 要改读婉约派 我的兴趣偏于豪放 不费婉约 婉约派中 有许多 意境苍凉 而又优美的词 范仲淹的上两手 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 可算中间派吧 但基本上人属婉约 既苍凉又优美 使人不厌读 见赏 在青年毛泽东 关于理想人格的表述中 把他分成圣贤与豪杰两大类 并认为 这两类人 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以及他们的人格内涵 是不一样的 豪杰主要是办事之人 他们遵奉圣贤之所宗教 建功立业于当时 却难以穷究宇宙之真理 达不到立功立德 立严的完美境界 而圣贤不仅有志 有功 有利 而且能聚德 明道 传教 他们既可以成为办事之人 还能成为改造人类灵魂 进化世俗风气的精神导师 有豪杰而不圣贤者 为有圣贤而不豪杰者 帝王 一代之帝王 圣贤 百代之帝王 在青年毛泽东眼里 范仲淹既是办事之人 也是传教之人 一级既为豪杰又为圣贤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 多次谈到范仲淹 赞赏他幼时的为人和志向 对范仲淹为官砥礼连结 一改五代刚为横爵 使黎民十手刚长 而介于不轨的教化之功 身为仰慕 当然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这种圣贤创世 治世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 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 已被彻底抛弃 范仲淹少有大劫 于富贵贫贤贤 毁育欢期不动其心 而凯然有志于天下 为人外合内刚 乐善犯爱 临财好施 亦或如也 为正清明 勤劳奉公 他看到北宋鸡贫鸡弱的弊病 主持庆礼新政 提出了明处志 一脚信 军宫田 厚农丧 修武备 捡摇曳 经供举 推恩信 重命令 则长官 实向救补势必的改革方案 镇守陕西时 他胸中有数万甲兵 成功地抵御了西夏的侵扰 范仲淹 以天下为己任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无论是在朝中 春风得意时 还是遭贬处施意时 他都不应自己的处境 而改变自己的志向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 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 则忧其君 是进一忧 退一忧 他时刻都想着 为国家设计尽忠 为天下苍生尽力 范仲淹 又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 一生写下了 大量的论著 文符和诗词 他的岳阳楼记 堪称不朽之名片 言情写景 堪称双绝 其思想性和艺术性 达到了高度统一 他的词 感情真挚 音调坑墙 瑜伽奥一词 上成唐代边塞神韵 通过边塞的凄凉景象 表现边防将士的忧国深情 将文人词 扩大到边塞的广阔天地 一进雄阔 从词史上说 他的词是五代以来 晚约词峰转变的开端 虽然他还没有后来 东坡词那样豪迈宏伟 也没有嫁宣词那样豪爽义气 但已明显区别于缠绵柔弱的词封 毛泽东认为 范仲淹是介于豪放与婉约之间的中间派 就是指这个意思 范仲淹 立功 立德 立言于后世 可谓阴明不朽 风范长存 十七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忧患天下的欧阳修 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创作了一批超然独傲 众莫能及的散文作品 各种形式的短章大论 使他抒发感慨 寄托性情 表述理想的重要工具 使他隔出石壁 发表证件 改变文风的得力武器 散文创作的成绩 是他文学成就的最主要的标志 欧阳修小传 欧阳修自永书 号醉翁六一居士 江西奴陵人 欧阳氏家族立为庐陵大族 然传至欧阳修的祖父 欧阳修家道开始终衰 欧阳修尽管才高得望 但未能考中进士 其父欧阳官官运亦不亨通 虽然其为人敦厚 居职亲廉 贫生不治产业 一生也只不过 做过两任推官和判官 欧阳修可谓出身寒威贫贱 欧阳修四岁时 父亲欧阳官病逝 母亲正是十年仅二十九岁 她为江南大族之女 贫宿知书达理 孤儿寡母无以为生 只好投靠欧阳修在隋州 任推官的亲戚欧阳业 欧阳修自幼聪颖过人 求之四可 但因家贫不能入学受教 欧阳修的母亲便用河边的底草为笔 以沙滩为止 教欧阳修炼字 因她博文强制 读书则呈颂 明波相礼 当时隋州城内 有李氏大祖藏书圣丰 欧阳修经常去李家借书超读 有一次 他在李家的旧书中 偶然发现了韩昌李先生文集六卷 当时尽管欧阳修还不能禁解文中要义 但越后颇掘韩文气势雄伟 立意深远 欧阳修对此书爱不释手 逢人便称赞 学者当至此而止耳 欧阳修文宗韩裕 但当时宋代文坛流行的是 雕士典礼 内容空泛的西昆体 那时为韩裕柳宗元所击败的篇文 也重新抬头 并蔓延到表 章 奏 书 书信中 被称为诗文 欧阳修因此在印试中屡遭失败 他不得不重新思索 认识到当时非学诗文 西昆不可 于是 欧阳修乃回家埋头读书 孤随士族作所谓诗文 皆川渡经传 以此利笔 以为后博 唯恐不悦于诗文 宋仁宗天圣八年 二十四岁的欧阳修 终于进世极地 从此步入患途 天圣八年五月 欧阳修被授予将士郎 秘书省孝书郎 和西津留守推官 第二年三月 欧阳修到洛阳上任 他以文会友 斗酒成诗 悠游于骚人莫克之列 结诗了尹珠 梅瑶辰等 他和尹珠一起写作古文 议论当时朝政 互相都把对方 看成是自己的老师和朋友 又同梅瑶辰相互做诗唱和 就这样 欧阳修凭着他的文章 欲满天下 锦幼元年 欧阳修任职期满 被召入京 充任管阁教堪 修从文总墓 但生活的不幸也接踵而来 他的结发之妻旭氏 旭贤夫人杨氏 及妹夫张归正相继病逝 但欧阳修并没有因为家庭不幸而沉沦 而是以更大的热情 投生于当时的新政中 当时 北宋朝廷鸡贫鸡弱 对外战争软弱无力 国内财政匮乏 范仲淹被调到金师主持政务 便力图革新朝政 他上书仁宗 只沉石碧 得罪了一批守旧官僚 而被折贬之饶州 尹诸余靖等人上书就范仲淹 而被逐出管阁 剑官高若那 养成宰相吕一简的鼻息 非但不主持正义 替范仲淹论辩 反而竭力禅抵范仲淹 欧阳修不顾个人安慰 连夜邪信给高若那 讥讽他 沈西高官举饥寒而故利禄 不敢想宰相已尽行祸 痛斥他不负知人间有羞耻事 高若那看后气急败坏 把欧阳修的这封信送成人宗 欧阳修因此被贬以灵 欧阳修携老母寡妹 乘船沿便入怀 再设大疆 历时五月至以灵 在仪陵 欧阳修没有什么可以自我排遣 就取出今年的陈旧暗读 反复翻阅 看到其中冤屈谬物的地方 不可胜数 于是仰天长叹道 一个荒原的山城尚且如此 天下冤屈谬物事之多 就可想而知了 欧阳修于是乃一一揪亡反直 城坚创恶 而后 欧阳修又一任五成节度判官 康定元年 宋下战争正寒 宋军一败涂地 宋人宗大为恐慌 于是决定广开沿路 内修政治 被贬饶州的范仲淹 被着身为龙图阁直学士 陕西金略安抚复始 范仲淹想起欧阳修因上书救自己而贬逐在外 于是奏请朝廷重新任用 但欧阳修坚持不受 他推辞说 从前我所以那样做 难道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吗 还是同其退而不同其进教好吧 过了很久 朝廷又恢复了欧阳修的教刊职务 他被任命为集贤院教理 庆历年初 北宋内患外忧从生 危机四伏 对此宰相吕一俭束手无策 在日益高涨的改革呼声中 宋人宗与庚天下弊端 启用改革派范仲淹为参之正事 实行新政 庆历三年 欧阳修充任建官 他积极支持范仲淹的改革 那时 北宋仕途大开 每年通过科举考试 成百上千的文人士大夫 涌入官场 尤其是恩应 滥师旁之 直系 异姓 甚至门客 使大批的地主阶级子弟 涌入官场 连骑着竹马的小儿也为奸唤 欧阳修对这种应不至坚决反对 他主张精选官吏 肚色滥原 因此提出了暗查法 由朝廷派遣才高正值的官吏 赴各地对州县官吏进行考察 评定其政绩 然后一一驻民奏报朝廷 以供朝廷对官吏赏罢署时参考 庆历三年 为人奸诈阴险的李叔 尽从开封知府 晋升为大学士 欧阳修立即上奏反对 结果李叔降之授州 对贪官污吏 欧阳修更是严惩不待 边将葛宗谷 王可雍 滕松金 贪污军费 中保私囊 案发后 有些人认为边将身负重任 当从宽发落 而欧阳修坚决反对 认为他们 于国于民 无尺寸之功 反而违于不法 其罪在不赦 不严惩 无以借后 范仲淹的新政 触动了官僚地主的利益 因而傍无声四起 他们攻击范仲淹 欧阳修 于静 蔡衰 结为捧党 恶意重伤范仲淹 其枉善权 怀奸不忠 庆历四年 范仲淹被迫出为河东宣服时 欧阳修上论杜颜 范仲淹霸政事状 吉礼援救范仲淹 但无济于事 欧阳修又作彭党论 进献仁宗 劝仁宗 见历代治乱新亡之计 但忠因守旧官僚反对 没有能挽救范仲淹 范仲淹出贬 庆历新政也宣告失败 庆历四年四月 欧阳修出使河东 经过实地考察之后 他对边疆军务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如在代州 新州等地 让老百姓开肯进地废田 使朝廷每年得到了几百万户粮食 出使回来 欧阳修又奉命赴任河东都转运使 负责平定保州的屯兵之乱 当时杜妍等大臣因为党义一个接一个被罢了官 欧阳修十分愤慨 他向朝廷上书说 杜妍 韩琪 范仲淹 复辟 天下人都知道他们是可以被举用的贤财 而没有听说过他们有什么应该被免职的罪过 现在这四个正职的大臣一旦罢免 一定会使邪恶的小人相互庆贺于内 四周的敌人相互称贺于外 我替朝廷可惜啊 由于欧阳修在朝中刚进正职 弹劾奸命为反动派所记恨 他们借欧阳修妹妹的孤女张氏犯法下狱之机 罗知欧阳修的罪名 庆历五年 欧阳修被贬除州之州 两年后移至扬州 黄有元年 欧阳修又自扬州移至尹州 十年尹州大汉 欧阳修立即奏免了尹州奉赵征调的万余民妇 又驻白龙沟 驻西湖水以立灌溉 大为农业之力 又集资修桥 便利交通 还开办书院发展教育 欧阳修的这些举措深得老百姓的称颂 不久 欧阳修因母亲去世 归家受丧 期晚 欧阳修回到朝廷 至此 欧阳修结束了十一年的折居在外的生活 宋仁宗看到他头发都已发白 对欧阳修关怀备至 那些小人们害怕欧阳修再次被重用 就有人假造欧阳修的奏章 激起了宦官们对欧阳修的怨怒 纷纷诬陷他 要求把他外放铜州 仁宗皇帝采纳了无冲的意见才得终止 仁宗治和元年 欧阳修受命修新唐书 当时 宋琪已先修成新唐书的部分文稿 但都属列传 宋仁宗恐新唐书体力不一 因欧阳修的文章名扬天下 乃令欧阳修全定其体力 欧阳修认为宋琪是自己的前辈 且个人意见不同 怎么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之上呢 于是对宋琪所修部分一字不改 书修成后 按旧制 新唐书立传著者 为列官位最高者一人 非欧阳修莫属 但欧阳修认为宋琪的传术 功身日久 岂可掩其名而夺其功 于是 新唐书 记 志 表 三者 书欧阳修名 而列传书宋琪名 当时宰相宋祥听说此事后 感慨万分 赞不绝口地说 自古文人 好相灵相眼 像欧阳修这样胸怀坦荡 又谦虚的美德 前古未有 家幼五年 欧阳修升任书密院副使 他和曾公亮一道 考核全国的军队数 和三路驻守兵员的人数 详细准确地测定驻军的远近 重新编制了地图和布局 凡是边防长久以来没有派兵驻守的 调派军队前往驻守 家有六年 欧阳修调任参之正事 他和韩琪同心辅助人宗 凡是兵民 官吏 财力等中书省应当知道的重要大事 编辑成一个总幕 碰到事情 就不必临时匆忙地向有关部门了解 当时东宫太子的人选还没有决定 欧阳修就和韩琪等人 对这件大事协商出一个意见 欧阳修还成功地解决了 殷宗母子间的矛盾 宋殷宗因为得了病 无法亲自处理朝政 皇太后垂帘听政 左右的人互相猜忌 制造矛盾 皇帝和皇太后几乎因此成为怨仇 一日 韩琪奏事时 太后哭着向韩琪 说了殷宗和自己的种种矛盾 韩琪用殷宗有病来进行劝解 太后听了不高兴 欧阳修就进一步劝说道 太后侍奉仁宗已经几十年了 您的人德肇事天下 以前皇上专宠 太后您处置得从容自如 现在母子之间反而不能宽容吗 太后的情绪稍稍和缓了一些 欧阳修又劝说道 仁宗皇帝在位的时间很久 他的德政深深地留在人们心中 所以一旦假崩天下奉待天子 没有一个人敢不赞成的 现在太后您只是一个妇人 而我们也只是五六个书生罢了 如果不是仁宗皇帝的遗愿 天下谁人肯听从呢 太后不作声 此后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母子之间的矛盾才逐渐平息 殷宗曾召欧阳修建局可谓相者三人 于是欧阳修立即建局 吕公柱 司马光 王安石三人 可以说这三人与欧阳修都有嫌隙 早在庆礼新政时 吕公柱之父吕仪简 打击排斥欧阳修胜利 司马光 吕公柱等人 坚决反对欧阳修称黄考之说 而极力主张称黄博 王安石在对精益的权势方面 亦不苟同于欧阳修 而坚持己见 但欧阳修不计吕公柱的前贤后戏 对司马光尽望其政见不同 对王安石则允许学术观点其异 欧阳修以才德之人 不念私仇己愿 为后人所称颂 欧阳修执法严明 大意灭清 殷宗至平四年 其其薛氏之地薛宗如因罪备合 企图通过殷亲 以欧阳修的地位而得到赦免 但欧阳修不但不为其开脱罪责 而严加治罪 薛宗如终被免官 因此薛宗如怀恨在心 伺机对欧阳修加以陷害 不久 薛宗如诬陷欧阳修与掌兮吾女 有不正常的关系 那些对欧阳修有所怨恨的小人群起而动 传播谣言 扩大事态 虽此事纯属子虚乌有 后来真相大白于天下 但欧阳修决心 但欧阳修决心离开这块是非之地 出任薄州之州 西宁二年 欧阳修奉赵改至亲州 第二年又前蔡州 这些在欧阳修的心目中已不重要 他魂牵梦绕的还是那想象中 归退后的尹州 西宁二年 新任参之正氏 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 开始推行著名的变法 由于欧阳修远离朝廷 又整日为简不断的归隐之私所苦恼 他根本没有在意这场极昼的变革 西宁三年 他曾连续献上 延亲苗前第一杂子和第二杂子 就自己在亲州所见推行亲苗法中的一些问题 提出意见 请求处理 这反映了他对心法持比较怀疑的态度 西宁四年 六十五岁的欧阳修到尹州安度晚年 他继续诗文创作和考遍古史 还悉心整理和修订自己的文集 他又自取了一个新的别号 六一居士 西宁五年润七月二十三日 这位老翁因病与世长辞 享年六十六岁 死后 他被视为文忠 留下了居士集五十卷 外集二十五卷 杂筑十九卷 集古路把尾十卷 书筒十卷 毛泽东评点 似是而非 汉县唐昭时 正在全臣 非傀儡皇帝之罪 错在清朝而出 若一二十万人 更翻蝶式 胜则进 败则止 未必不可为 不喜石进唐 没有薛文玉 照样王国 不过时间先后而 看什么新进 旗 简 坡 木 其使皆新进也 周瑜 诸葛 郭果 假许 非皆少年新进或 旧唐书 比新唐书 写得好 南史 北史的作者 李延寿 有倾向统一的思想 比旧唐书 更好些 鉴赏 欧阳修被称为 一代文宗 是北宋 诗文革新运动的 主将 北宋 早自建国之初 就已有 诸如 柳开 木修 王宇称等人 对晚唐五代以来 泛滥于文坛的 伏靡风气 表示不满和反对 他们楷探 古道戏 绝不行于实已久 指责 禀彼多艳志的 不良文风 主张 隔壁发古 继承 中唐古文运动的 传统 提倡 孔子 孟子 杨雄 韩玉之道之文等 然而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他们的呼喊 还显得声音微弱 他们打出了 诗文革新的旗号 但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开始出现波澜壮阔的局面 是在仁宗以后 欧阳修生逢其时 在这次运动中 发挥了领袖作用 欧阳修自天圣年间 步入仕途 就在西津 于友仁 尹朱 梅瑶辰 苏顺钦等 结成了一个 锐意改革的文人集团 他们频繁往来 相互唱和 一起向文坛击毙 发起了空前有力的冲击 并开始从声势上 压过圣极一时的石文西空时 并开始从声势上 压过圣极一时的石文西空时 欧阳修不仅在当时 而且在其后几十年间 一直给尹朱 梅瑶辰 苏顺钦以支持 推崇并扩大他们的声望和影响 北宋石文革新的兴起 是与统治集团内部不断酝酿的 至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相密切联系的 天盛七年至明道二年 朝廷两次下诏提倡散文 也都基于一定的政治需要 欧阳修有意地把文体革新 同政治上的改革结合起来 从而把北宋石文革新运动 引向深入 欧阳修在理论上提出了 道圣者久不难而自治 为道必求之谷 之谷明道而后屡之以身 施之于世 而又见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 欧阳修所谓的明道之谷 表面上不过是继承古代儒道之道 表面上不过是继承古代儒家之道 实际上却是借以确定一种 与当世污浊风气相对立的 守身处事原则 要求诗文表现这样的内容 自然具有致用的目的 具有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意义 欧阳修以古文诗歌来表述自己的思想 用古文诗歌作为武器 向坚定误国者表示不满和抗议 对谗言惑众 屈言覆试者的卑劣行径加以止赤 人宗加护二年 欧阳修为礼部供举 当时硬考的读书人 喜欢写作显怪奇色的文章 好为太学体 欧阳修极力排斥 贬义这种文体 凡是写作这种文章的人一概触落 这件事情结束后 从前那些轻狂浅薄的人得知欧阳修出门 聚集在一起 气势汹汹地拦住欧阳修的码头 高声责骂 街上的护卫无法制止 然而科举考试的风气 却从此得到了改变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欧阳修爱惜人才 重视人才的建举 和对后进的讲业 他为曾拱应事落地 深感不平 后来加护二年 他亲自将曾拱 连同当时同样不为人知的 苏氏苏哲兄弟 一并作为进士 苏氏的父亲苏巡 为梅州不一 科举不重 欧阳修赏识他 论意精于物理而膳食变全 文章不为空言而弃于有用 也予以推荐 欧阳修还多次引荐王安石 称赞他德行文学为众所推 守道安平刚而不屈 学问文章知名当事 守道不苟自重其后 论意通明兼有实才之用 所谓无师不可者 曾拱三苏和王安石 在欧阳修之后 都成了宋代著名的古文大家 他们登上政治舞台和文坛诗坛 对于巩固和扩大 诗文革新运动的阵地 对于北宋中叶以后 诗文创作的繁荣 起到了骨干作用 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创作了一批超然独傲 众莫能及的散文作品 各种形式的短章大论 是他抒发感慨 寄托性情 表述理想的重要工具 是他隔除石壁 发表证件 改变文风的得力武器 散文创作的成绩 是他文学成就的 最主要的标志 欧阳修的正论文 专就某事某人理论 现实性强 忠心突出 一般以说理充分建长 却也不乏委婉变化之妙 王安石评价他的正论文 豪见俊伟 怪巧归奇 其基于忠者 好如江河之亭序 其发于外者 灿如日月之光辉 其轻音忧韵 其如飘风急雨之咒智 其雄词鸿变 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 他的题为记的文章 很少单纯记游记事 往往重在抒情 或其中富有较多的礼趣 醉翁亭记 描写山水景色稍多 实际上 也还是借以表太守的精怀 他的书信 内容形式不拘一格 他背贬侠舟时所写 与隐时鲁书 情真意切 身玩细密 有名的与高斯健书 虽有意抨击声讨对方 却并不一味的怒言吏色 而是从容不迫 调理明晰 鞭辟入理 欧阳修的散文 还包括续 拔 记文 木志明等形式 吴冲评价他的散文 文被重体 变化开合 因物命意 各及其功 相比而言 欧阳修的诗歌成就 虽然没有他的散文成就高 但他的诗也独具风格 他的诗不用生辟的典故 不堆砌华丽的词枣 不讲求奇巧的对账 只描述眼之所见 心之所感 仿佛信手拈来一样 质朴而平易的表现生活 他还喜欢在诗中发表议论 以议论人师 经常把议论同书情 记事结合起来 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内容 增加了诗的现实性 对于晚唐五代以来的 服艳诗风产生了较大冲击 欧阳修不仅是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 而且是一位大词人 他的词在内容上多属于 金尊坛版 辽佐清欢之类 但在艺术上 则继承和发扬了 南唐冯颜己一派清卷的风格 弃弃了花间派 扑金坠玉 枝香坟腻的习气 欧词中有大量描写 男女恋琴之作 也有不少写景之作 和商春探老西别之作 欧阳修的部分 极锦抒情的词 格调清新 但他词的创作 因习多格新少 落后于他的诗文的创作 欧阳修在中国史学上 是有一定地位的 二十四史中 就有他主编的新唐书 新五代史 他还有一部金石学著作 及古录 欧阳修从景户年间开始 修转新五代史 至佳佑五年成书 费时二十余载 如果将此后 金家考定等功夫 包括在内 则在三十年以上 几乎消耗了 欧阳修的半生心血 新五代史 所获得的许多成就 几乎是举世公认的 欧阳修在考验资料的基础上 定证了旧五代史 及其他史著的不少事物 并且补充了 旧史所缺漏的 一部分珍贵资料 兼旧史之半 而誓计添数倍 亲人赵义评价说 欧史博彩群颜 旁参护正 则真未见 而是非得其职 故所书是时 居即月日 多有与旧史不合者 卷制虽不及削史之伴 而定证之功倍之 文之适合 所以称粮食也 欧阳修恢复并发扬 以古史设表的优良传统 在司马迁的启发下 开创了用表格 谱列人物 重要事件的先河 为了将头绪纷繁的 五代十国史 清理得井然有序 欧阳修在大量考定工作的基础上 列了十国世家年谱 新五代史文笔竭尽生动 足能与史记笔尖 他以文豪大手笔修史 其文采自非一般史家所比 许多记 传和论赞 同时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诸如 套 木拐等当时流行的 民间俗字俗语 也通过他的手 第一次被文人学者所采用 通关二十四史和新五代史 文笔之出色 的确是罕见的 欧阳修主持修订的新唐书 朱志比旧唐书丰富得多 其中不少在数 补证了旧书缺悟 新唐书《识货制篇幅》 是旧制的几倍 其关于人口 租调制度的 记载非常充分 以文制天籍的内容 唐人文籍的篇幅 比旧制 金籍制增加了四五倍 欧阳修还在当时 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上 将目录学 地理学等成果 采入入史 并大大改进了史制的 编撰体制 新唐书地理制 在体制上对旧制有很大改进 欧阳修又将旧书 原赴各道之下的 基弥洲抽出 欧阳修还在两经之下 附在宫阙规模 已蓄此前没有的 都以建筑制度 新唐书地理制的体制特点 一方面反映了 宋代地理学的发展 一方面反映了宋代地理学的发展 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另一方面也表明新制作者 善于将这些科学成果运用人史 进行创造性的劳动 新唐书还创立了前所未有的 宾制和一味制 以及前史几乎没有的选举制 唐代的府宾制度 通点等史籍全然不在 新唐书宾制的内容虽未尽详 毕竟为府宾制的废制 眼阁治乱新亡之计 提供了罕见的资料 并给后世诸史开创了新的范例 选举制则计述了教育史 官制史上十分重要的 唐代学科科举与官吏全选制度 利用地下挖掘和传世的金石遗文 来考遍史传证物 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即金石考巨学 而迄今最早的一部 金石考巨学名著 就是欧阳修的几古路及其把尾 几古路千卷所收金石文字 上起周五王下起五代 他们来自四海九州 名山大泽 有汤盘 孔顶 齐阳谷 会计时 及汉卫以来的环碑 仪器等名师续迹 欧阳修的几古路及其把尾 既研究了某些朝代的典章制度 追溯了他们的渊源 补证了史传的许多缺物 也为当时和后世人 提供了值得关注的宝贵史料 欧阳修所及的金石遗文 包括咒 转 分 立 真 行 草等各种字体 和历代著名书贴 这对研究中国文字史和书法史都是大有弊意的 欧阳修继中堂以来一如突起之后 破除章句的束缚 大胆从金义本身寻求旨意 对荆棘的作者提出许多质疑 又从考据荆棘 扩展到考遍三传和史记等史书 并就某些传统的史学观念展开批判 从此 在北宋掀起了一股怀疑先如成见 重新考试解经的热潮 毛泽东对欧阳修的正论文也很欣赏 在一本同志年间江苏书局中刊版 古文词类转上面 毛泽东写了不少批语 其中对欧阳修的彭党记 为君难论都做了批注 欧阳修在彭党论中说道 后汉献帝时 进取天下民事囚禁之 慕为党人 即黄金贼起汉室大乱 后方悔悟 进解党人而视之 然已无就矣 唐之晚年 见起彭党之论 即昭宗使 进杀朝之民事 投之黄河 约 此被清流可投浊流 而唐遂亡义 毛泽东不同意欧阳修的观点 他认为欧说似是而非 汉献唐朝时 正在权臣 非傀儡皇帝之罪 毛泽东观察问题 总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欧阳修是一位 封建时代的文学家史学家 他对历史的认识 有其局限性 毛泽东凭借其冤博的历史知识 加上他高屋建林的眼光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自然要胜欧阳修一筹 纵而言之 欧阳修作为 身居参之正式高位的大文豪 大史学家 他的作品 及勇于创新的精神 激礼厚人 至今人为人们所传颂 越飞是南宋初年的抗金名将 也是我国人民极为熟知 和身为景仰的历史人物 毛泽东很推崇越飞 教育广大干部 要像越飞那样有骨气 要以身殉质 岳飞小传 金康元年 金军大举进兵南下 东西两路军会合于北宋东京城下 围困四十一天后 东京被金军攻破 第二年四月 金兵卢走宋徽宗宋钦宗 扶植张帮昌为傀儡皇帝 建立大储政权 北宋王朝致死灭亡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金康之难 就在这一年的五月 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 在南京应天府称帝 建立南宋政权 宋高宗赵构所建立的南宋王朝 是腐朽的北宋王朝的继续 他登位一世 就南迁流亡 以稳住自己的半壁江山 而不是组织兵马 收复失地 学靖康之耻 对于金军的南下 更是胆战心惊 由于金军的不断南下 南宋朝廷中产生了投降派 和主战派的激烈斗争 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 害怕主战派取得胜利 对他们不利 更害怕人民武装 在抗金斗争中壮大起来 威胁他们的统治 他们屈膝求和 破坏抗战 迫害主战派人物 以岳飞为代表的主战派 不顾个人安危 坚决抗击金军 保卫南宋半壁江山 并率军北上 收复北方大片失地 虽然最后由于投降派的破坏而失败 但在中国历史上 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幕 岳飞 自鹏举 乡州汤英人 他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长期的艰苦生活 磨练了他不辞辛苦 刚毅顽强的性格 岳飞少时 沉默寡言 有稚气 后随义父周同学奇社 研读孙子兵法 能挽三百斤的强弓 且能左右设计 后又随同乡人 陈广学祭祭 无所不禁 尤其是枪法 练得出神入化 不久 金兵入侵 岳飞的家乡惨遭蹂躏 他目睹了金军的喜结 及其铁骑践踏中原的惨状 遂立志抗击金军 为他一生的抗金活动 奠定了思想基础 徽宗宣和四年 岳飞应真定宣服使刘维的招募 当了一名赶战士 刘维看到岳飞身材魁梧 又武艺高强 就让他做了一名小队长 参加了宋经联合攻打 辽都城燕金的战斗 岳飞后因赴桑回乡料理丧事 宣和六年 岳飞去河东路平定军再次投军 在沁阳鱼刺一带 侦查金军军情 被大队金军打散 岳飞只身回到襄州 靖康元年十二月 因东京被困 形势危急 康王赵构奉命在河北建立大元帅府 下令穆义勇民兵 向州许多穷苦百姓 为了保家卫国 纷纷从军 岳飞也参加了赵构的军队 临行前 岳飞的母亲在他的背上 赐下了金中报国四个字 勉励他以身许国 奋勇抗金 从此 他一直坚持在抗金的最前线 为挽救民族威王而英勇斗争 但是 赵构带领这支军队并没有马上入援东京 而是在河北京东一带转悠几个月 眼睁睁的看着东京沦陷 建言元年五月 赵构称帝 为了标榜忠心 赵构启用在军民中威望很高的李刚为右相 傅元帅宗泽兼东京留守 李刚尽心竭力 为抗金斗争进行部署 但独母难知 赵构在中书侍郎黄前善 淑密院汪百艳的怂恿下 一心向避地东南 企图逃跑 这时 岳飞是一名下级军官 他无从知道朝廷中的分歧 但他看到朝廷不断命令军队难移 越来越远离敌人 这不能不激起 抗金意识的忧虑和义愤 岳飞不顾自己 卫碑言轻 他上书赵构 触怒了赵构和黄王妥协投降派 便以小陈岳直 非所遗言的罪名 削夺了岳飞的君子 闲居三个月后 岳飞难以压抑心中 报效国家的强烈愿望 在赵九龄的推荐下 投奔了河北招府使张索 张索素知岳飞有勇有谋 任命他为中军统领 不久升为统治 这一年秋天 张索被罢官 王燕接任河北招府使 王燕集合了岳飞等十一名将官 率部众七千人渡过黄河 晋级金军 王燕听说金军势大 不敢出击 而岳飞独率自己的部众 与金冰敖战 大破金军 占领新乡 后因王燕季度齐功 不供军粮 岳飞遂与王燕分道扬镳 率军北上 但忠因势单力薄 难以长期坚持下去 这年冬天 岳飞投奔东京留守宗泽 宗泽对岳飞这样一位 英勇善战的年轻军官非常赏识 称赞他说 而勇至才矣 故两将不能过 并向他传授布阵用兵之法 岳飞却反对这种 暗途列阵的做法 他说 暗途布阵 都是定局 孤今不同 战场有显意广辖 岂可用一定的阵图 用兵的关键在于出奇 使敌人无法侧夺我方的虚实 方能取胜 倘若在平原旷野 仓促遇敌 那时怎能有功夫摆布阵势 再与他们厮杀呢 何况现在我领兵不多 如果按布阵做战定 金军得知虚实 派出铁骑四面攻击 我军必然失败 岳飞接着又指出 用兵的长法 事先布阵而后打仗 但不可拘泥于义法 运用之妙 以变之变 全在一心 这个妙就是灵活性 灵活性要求指挥官 根据客观情况 审视夺势 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 岳飞一席话 说的带兵多年的老将宗泽 从心底里佩服 建言二年春 岳飞在宗泽的指挥下 率领五百骑兵去抵抗 进犯四水关的精兵 四水关地势险要 为东西重要交通咽喉 也是南清金军的必经关口 岳飞仅率领五百名骑兵 随身携带不多的粮食 面对数倍余己的敌军 以速胜而不以久持 岳飞随即命令三百士族 美人带两捆彩草埋伏于前山脚下 等到半夜点燃彩草高高举起 照得满山通明 金军以为宋朝大军来到 慌忙撤退 岳飞成胜追击 金军大败 岳飞凯旋归来 宗泽提升他为统领 不久又提升他为统治 不久抗金老将宗泽 病死于开封留守刃上 临死之前连呼三声过河 宗泽死后杜冲接任 他一到汴京 尽返宗泽所为 由宗泽苦心急剧的两河中义军 见杜冲无意抗金 全部离去 这种做法无非是自拆翻离 自毁长城 杜冲还全然不顾人民死活 掘开黄河大堤 企图用洪水来阻挡金军 后听说金军大举难轻 赵构又逃到了江南 杜冲便弃城而逃 岳飞极力劝阻 中原地尺寸不可泣 金一举足 此地非我所有也 他日复玉智 非数十万众不可 杜冲不听 岳飞随他到了建康 建言四年二月 东京沦陷 回到江南 南宋朝廷任命杜冲 为江淮宣府 手遇建康 岳飞为江淮宣府司 右军统治 这时金冰正大举南下 与叛将李成合集乌将 岳飞弃剑请求杜冲率师援救 杜冲竟闭门不出 金军碎破乌江防线 由马家渡渡江 禁逼建康 杜冲才慌乱起来 派都统治陈翠带领统治岳飞等营敌 又命前军统治王谢所部随后应援 正当双方激战的时候 王延带领人马抢先逃跑 陈翠建孤军士丹 无心恋战 退守蒋山 只有岳飞引军引敌 誓死立战 忠阴寡不敌众 也退到蒋山 杜冲在城内听说 前线打了败仗 立即仓皇弃城逃跑 建康失陷 杜冲一路逃到珍州 叛变投降金军 建康失陷后 岳飞率军转入毛山 再向南转移入广德郡 这时 金军也取道广德向浙东进发 岳飞预先侦察到敌人的动静 称敌人行军途中没有防备 六次出兵袭击 六战六截 建言四年正月 岳飞率军向北开到宜兴 由张俊统下 岳飞在宜兴 严格执行军纪 收编散兵游泳 维持社会秩序 金军从杭州 班师北撤 一路大肆掳掠 金军撤退到宜兴 岳飞以意待劳 给予金军迎头痛击 连续四次打败敌人 敌军慌不择路 掉入河中淹死的不计其数 接着 岳飞又率步紧追金军 一直追到镇江 在清水亭又大败金军 这些自治史 韩世忠也在镇江率军出击金军 金军不得不退守皇天大 韩世忠以八千人马 围困金兵十万之重 达四十八天之久 金军统失物数 险些被活捉 最后 金兵挖开老灌河 才侥幸逃往建康 一路上金军又遭到岳飞 韩世忠军队的追击 金军退至牛头山 岳飞军出其不意 突然袭击 金军在睡梦中惊醒 因中一片混乱 一致互相残杀 于不择窜回建康 岳飞又从敌军那里得知 金军正从建康撤退 由靖安镇渡江北去 立即带领部下 飞速赶到靖安镇附近 这时建康城变成一片火海 金军在放火烧城 岳飞和将士们 摇见建康城内火光冲天 一个个怒不可遏 一声令下 战士们以排山倒海之势 杀向没来得及撤走的敌人 岳飞持枪越马 在敌阵中往来冲杀 如入无人之境 金军急于北撤 毫无准备 被岳飞军打得大败 来不及渡江的金军余部 全被消灭 岳飞成胜收复建康 他又向高宗赵构上奏 建议说 建康为要害之地 以选兵固守 仍一兵守怀 拱护父亲 赵构采纳了岳飞的建议 并认岳飞为通泰镇服使 岳飞收复建康后 愁愁满志 他写下了一篇《五月慈盟记》 抒发了他誓死消灭金军 迎还二胜 恢复故土的雄心壮志 在他看来 只要文官不贪钱 武将不怕死 骑行协力 团结抗战 丢失的国土便不难回复 不久 金军又在楚州发起攻势 楚州告急 岳飞奉命领兵援救楚州 岳飞接到命令后 便拆统治张献守泰州 自率主力持援楚州 随后进军成州 在成州 岳飞与金军三战接结 杀金将高太保 后因粮草不济 兵援不够 又得不到后援 岳飞均孤立寡 楚州沦陷 岳飞只得退回泰州 加紧部署通勤一带的防御工作 泰州地处平原 无险可守 唯一的地利是湖泊和河道 由于张荣率军坚守的水寨被攻破 金军又数倍于岳飞军队 岳飞只好按朝廷 泰州能战就战 能守就守 如果不能战不能守 就退到附近沙州 保护百姓 寻机掩杀敌人的命令 在泰新南把桥击退金兵 然后率几百经济殿后 保护百姓安全渡到江南 金军铁骑一再南下 虽然取得了胜利 但也遭到南宋抗金将领 和各地异军的承重打击 建言四年九月 金朝统治者改变战略 集中东西两路兵力 征服陕西和四川 在中原则扶植汉奸政权 刘豫建立伟齐国 以牵制南宋 同时又把宋朝祥臣 秦桧放回充当奸细 伟齐政权建立后 宋金之间有了暂时缓和 南宋政府便抽出兵力 荡平游扣 岳飞先后剿灭了江西里城 湖南曹城等游扣 也镇压了农民起义 他从这些武装力量中 收编了一部分精明强干的士兵 用来补充兵员 对其神以纪律 使自己的部队逐渐发展成一支 近三万人的禁律 岳飞屡历其功 受到高宗嘉奖 并首书金中岳飞 仪式嘉奖 又加授其镇南军成宣史 江西路沿江治治史 后改神武后军统治 岳飞可以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 绍兴四年 金与尾齐大举南下 转眼间夺取了襄阳 颖 隋 唐 邓 姓阳等六州之地 南宋朝廷上下感到震惊 高宗命岳飞兼金南治治史 加授汉阳军德安府治治史 率军抵御金与尾齐联军 岳飞接到命令后 立即从江州移军鄂州 又从鄂州渡江北上 直抵战争前线尹州城外 在尹州城下 岳飞军队遭到尾齐首将金超的顽强抵抗 岳飞亲自率众攻城 一天之内攻克尹州 岳飞齐开得胜 士气高涨 他又派张宪徐庆带兵去攻取隋州 岳飞则亲自领兵直驱襄阳 襄阳首将李成 本是岳飞手下败将 兵败后投靠为齐 他率军十万 沿江列阵迎战 岳飞观其重 乃大笑说 不兵力险阻 齐兵力贫矿 成左列齐江岸 又列布平地 虽重十万何能为 于是命令王贵以长枪部族攻打李成骑兵 命令牛高以骑兵袭击李成的步兵 金战未久 李成大败 成夜逃顿 岳飞顺利收复了襄阳府 为齐不甘心失败 又增派军队支援李成 号称三十万 企图夺回襄阳 岳飞分两路夹击 又大败李成军 岳飞在襄阳实行屯田 已为长久之计 7月 岳飞率领大军向邓州进发 为其纠结几万人马 屯住于邓州西北 准备与宋军决战 岳飞决定派王贵率军 严光化 张献率军于横彩分路出发 以便两面夹击 既右派骑兵前往侧影 突袭于两军之间 李成抵挡不住 起邓州而逃 岳飞又成事收复信阳唐州 至此 岳飞按照预定的计划 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 迅速收复了襄邓等六州 消息传到临安 朝野一片欢腾 高宗赞许说 朕素闻岳飞行军有纪律 为之能破敌如此 岳飞被提升为 近远军节度时 湖北路金香谭州制制时 近封为武昌郡开国侯 近于尾齐军队 在湘邓遭到岳家军的痛击 决定改变战略 避开岳飞的防区 改由东路渡过淮河 侵入淮南 然后四季侵略江南 绍兴四年九月十五日 旌旗联军大举进犯 十二月初 卢州告急 高宗赵构 吉令岳飞率全军东下 日夜兼程支援淮西战场 敌军对岳家军闻风丧胆 此时岳家军如神兵天将 出现在卢州城外 敌军惊慌失色 望风而逃 金军大将 勿数屯兵十万余 离卢州一百余里的地方 听到岳家军杀来 当晚北窜 不久 金鱼为齐全线撤军 淮东淮西遂定 南宋军队在战场上 节节胜利 岳飞认为 此时是恢复江土的大好时机 他上书高宗说 金贼所爱为子女金伯 志以交度 留欲见尾 人心终不忘诵 如以金兵二十万 直到中原 恢复故江 诚意为也 但宋高宗赵构 只图稳坐半壁江山 偏于东南 毫无恢复中原之志 绍兴五年下 岳飞奉朝廷之命 领兵到洞庭湖地区 镇压杨妖领导的农民起义 岳飞凭借军事上的优势 使用围困 右翔兼强攻的战略 镇压了农民起义 杨妖败死 部将黄左率部投降 岳飞收编了农民起义的军队 岳家军队伍猛增 岳飞因镇压有功 加授简孝少宝 进封国公 赵构虽然一贯组合 但在朝野的一片抗战声中 不得不迎合主战派的意见 绍兴六年二月 坚决主张抗金的张俊 以宰相兼都督诸禄军马士的身份 召集各路将领 在平江府商议北伐 决定由岳飞进驻襄阳府 准备收复中原 临行 张俊勉力岳飞道 这是你的夙愿 希望你好自为之 岳飞派副将杨再兴 收复西京长水县 又率军攻下国州 获粮十五万弹 降其众数万人 向西又收复商州 向东经蓝川攻克顺阳 这次主动出师进攻 收复了伊洛的险要之地 深圳和罗之交 在军事上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同时 夺取和烧毁大批粮食和物资 使敌人在经济上 也受到很大损失 但是 岳飞很快发现 自己孤军深入敌境 既无援兵又缺粮草 于是不得不决定放弃将士们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疆土 在九月二十八日回军鄂州 岳飞因这次战功 由少保提升为太尉 但是 跟他一心想完成的北伐大业相比 加关进绝又算得了什么 每次出兵北上 他总是满怀恢复中原的热忱 和同仇敌忐的心情 但不是由于孤军无援 就是由于良想不足 被迫半途而归 终于壮志难愁 在雨过天晴的一天 他平澜远眺 放怀遐想 情不自禁的影行高歌 写下了一首千古绝唱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 平澜处 潇潇雨邪 抬望眼 仰天长笑 壮怀激烈 三十公民 陈于土 八千里路 云和月 莫等闲 白了少年头 空悲怯 静康尺 游味雪 陈子恨 何时灭 驾长年 踏破赫兰山区 壮志鸡餐 葫芦肉 笑谈可饮 匈奴血 带从头 收拾旧山河 朝天阙 这首词充满了作者对敌人的无比痛恨和报仇雪耻的迫切心情 以及恢复江土的不可动摇的意志 为其刘豫连年用兵南清 都被宋军打得丢亏弃甲 绍兴七年十一月 金下令废除刘豫为其政权 踏兰等人主张将河南陕西地区归还给宋朝 要求赵构向金称臣 供拿岁壁 金西宗与群臣议定后 将宋朝在金使臣王伦放回 让他回去报告这一消息 赵构本无心抗战 得报后喜出望外 立即加紧与金议和 为了准备合议 他重新启用跟踏兰有亲密关系的秦桧 任命他为右丞相兼淑密使 秦桧摸透了赵构急于求和的心理 便尽力迎合 同时打击和排挤所有反对合议的官员 扶植党羽 秦桧与赵构沆瀣一气 十分露骨地向金朝起降 引起了宋朝文武官员和广大人民的激烈反对 统兵驻守在鄂州的岳飞 上书朝廷 希望朝廷称流域心肺 金人无备增兵北伐 图取中原 他曾对淑密副使王树表示他抗金的决心说 金岁若不举兵 当纳杰请贤 岳飞到临安朝见赵构 赵构把金前使秋河 归还河南陕西的情况告诉岳飞 岳飞说道 金人不可相信 义和不足一靠 宰相不好好替国家着想 恐怕要遭后代人的激意 这一正义主张不仅得不到支持 反而遭到了以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为代表的投降派的嫉恨 绍兴九年正月 宋金何以达成 金朝把陕西河南赐还给宋朝 并归还徽宗及其皇后的灵就 宋朝向金称臣 每年进贡银子二十五万两 捐二十五批 这本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而投降派却对何以大喜过望 谈官相庆 满朝文武加官进决 岳飞在谢表中再一次申诉了他一贯反对何以坚持抗敌的主张 岳飞的这篇充满爱国激情的谢表道出了广大爱国人民的心声 激发了南宋军民抗金到底的决心和勇气 不久 高宗受岳飞开辅一同三思位居三公 岳飞尚书立此 说 现今的形势是只能引以为威而不能引以为安 只足以使人忧虑而不足以使人祝贺 应该加紧训练士兵已被补测 而不应该论功行赏被敌人耻笑 要求朝廷收回成命三兆不受 果不出岳飞所料 何以上位建阅 金朝内讧务主掌权 绍兴十年五月 金西宗采纳务主的建议 撕毁合约 兵分四路 向宋发动大规模进攻 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 金朝归还的土地重新被金兵占领 赵构和秦桧一伙顿时慌了手脚 不得不下令各军分头进行抵抗 又给岳飞尽职 除元之外 又兼河南北诸路昭桃使 由金香北上 岳飞一面准备率军出击 一面派人暗渡黄河联络北方异军 数天后 岳家军渡过淮河 浩浩荡荡地进入河南中部 然后分兵进击 在短短四十多天时间内 先后收集陈州 尹昌 郑州等军事重镇 从东南几个方向 对汴京形成弧形包围圈 雾竹得知前线连吃败仗 不免有些心慌 立即在汴京召集元帅左监军 龙虎大王突合肃等各路将领商讨对策 雾竹认为 宋朝将帅都不难对付 只有岳飞义军深入 将勇兵精 而且由河北中义民兵响应做声援 其兵风锐不可挡 他决定寻找机会 与岳家军决一死战 岳飞得知雾竹的意图 他故意分散兵力 自己反以少数亲戚助手演成 雾竹真知演成兵力很少 便集合了龙虎大王突合肃 盖天大王完颜宗贤 和昭武大将军韩长的兵马 朝小鹿禁逼岩城 在岩城以北二十多里的地方 宋金两军相遇 各自摆下阵势 岳飞首先命令长子岳云出战 大败金军 勇将杨再兴 单枪匹马冲入敌阵 杀死敌军几百人 雾竹眼见不能取胜 决定孤主一致 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出动铁浮屠和拐子马 这两只骑兵共一万五千人 向岳家军杀来 铁浮屠又称铁塔兵 是头戴双层铁盔 身披重甲的骑兵 以三匹马为一组 用皮带相连 后面放着巨马子 用来阻止马后退 铁浮屠常常担任正面冲锋的任务 推进时向一堵铁墙 给对方造成极大的威胁 铁浮屠的左右两翼 配备着号称拐子马的轻骑兵 这些轻骑兵 常常在跟对方战斗到白热化时 突然出击 往来冲傻 雾竹望图用这两只骑兵 一举歼灭岳家军 岳飞早就盼着雾竹能清朝出击 他专门训练了一批步兵 用来对付铁浮屠 等敌军临近阵前 他立即命令步兵 各拿一种叫 马闸刀的大刀和大斧上阵 步兵们弯腰 砖砍马足 马一摔倒 人就跟着摔下来 一匹马躺下 令两匹马就不能前进 岳飞又指挥两只骑兵 专门对付拐子马 两军短兵相接 从午后一直杀到天黑 金军全线崩溃 雾竹看着被杀的七零八落的人马 哀叹道 自海上起兵 皆以此胜 金一役 岳城惨败之后 雾竹仍然不肯罢休 他收集残部 并从各地征调援军 又拼凑了十二万人 驻扎在岳城以北的陵影县 伺机反扑 岳飞料想 雾竹会进攻影昌 便令岳云溯源驻守在那里的王贵 今后来攻 岳家军早已有备 岳云引骑兵正面突击 王贵率步兵攻骑左右 大败金冰 岳城和隐昌之战 岳家军显示出无与伦比的战斗力 金冰被打得闻风丧胆 他们感叹道 汉山义汉岳家军南 岳飞向赵构上书 报告了河北人民盼望宋军前去解救 和金物竹已经命令金人老少杜河北撤的消息 只出现在是宋朝中心之计 金冰必亡之日 他请求赵构 命令各路人马火速并进 发动总攻击 与此同时 岳飞亲自带领全军从衍城继续北上 进军诸仙镇 不及日 距离汴京只有四五十里了 被围困在汴京城的雾竹 已成瓮中之鳖 雾竹为挽救父王命运 清朝出动 又被岳家军打败 连夜逃回汴京 岳家军取得了朱仙镇大捷 金军的溃败 岳家军的屡屡得胜 更增强了岳飞成胜渡河 收复河北的决心 他再次上书照构 要求深入狄境 复取旧疆 以选王国之耻 他鼓励部下说 指导黄龙府与朱军痛饮耳 岳飞正指日渡河 而坚持妥协投降的宋高宗和秦桧 却害怕人民力量 在抗金斗争中壮大起来 害怕抗金将领岳飞伟大不调 又怕迎回亲宗 自己地位难保 于是急令岳飞退兵 岳飞坚持要求继续进军 上奏说 金人锐气沮丧 尽气滋重 急走渡河 时不再来 鸡难轻视 高宗和秦桧 知道岳飞至坚难以 遂先下令撤回其他各路军队 然后又以孤军不可久留为名 一日连发十二道金牌 严令岳飞迅速退兵 岳飞愤腕而泣 痛心地说 十年之力废于一旦 所得周郡一朝全休 设计江山难以忠心 乾坤世界无有在负 岳飞不得不奉命退兵 岳家军班师的消息不静而走 百姓扶老邪幼 纷纷赶来挽留 岳飞挥泪取出诏书给百姓看 说 无不得善留 遂暂留兵五日 保护百姓向南撤到湘汉一带 金物竹听说岳家军已经撤走 不禁拍手称庆 不久 郑州 尹昌 陈州 蔡州 又重新沦入金人之手 绍兴十一年 物竹又率军渡淮南下 其前锋直逼长江北岸 当金兵抵卢州时 高宗命岳飞率军支援 金物竹听说岳家军来到 即引兵北退 金兵退后 赵构和秦桧加紧与金议和 他们首先要解除岳飞 韩世忠等人的兵权 于是于绍兴十一年五月 以论功行赏为名 授其疏密使职务 实际上解除了他们的兵权 接着又拆散了他们的军队 金物竹利用南宋统治者 急于求和而取得暂时苟安的心理 指示奸细秦桧 如朝夕以和寝 而岳飞方为河北图 只有杀之时可议和 接着 赵构和秦桧一步步迫害岳飞 秦桧售使万俊梨弹劾和岳飞 后又指使人诬告岳飞谋取兵权 因谋造反 岳飞被捕入狱 在审问时 岳飞撕开衣服 袒露背脊 显出昔日赐在背上 窃入肌肤的金钟报国四个大字 以表示对秦桧等人的抗议 岳飞遭受严刑拷打 审礼两月毫无证据 而秦桧却冒天下之大不韦 决定杀害岳飞 朝廷内外许多正义的官员 士大夫为岳飞鸣冤 韩世忠更是不顾个人安慰 当面责问秦桧 秦桧含糊其词地说 非子云与张献书虽不明 其尸体莫须有 韩世忠大怒说 莫须有三字 何以服天下 但最后岳飞还是被刺死 临死前 他仍然坚持自己抗金救国无罪 他相信老天有眼 一定会证明自己的一生光明磊落 他镇定自若地写下了八个字 天日昭昭 天日昭昭 岳飞被害后二十年 即绍兴三十一年秋 金朝统治者再次撕毁和约 分兵难清 国难思良将 太学士成鸿图上书 为岳飞名冤 但直到宋孝宗即位 才给岳飞的冤案昭雪 毛泽东评点 古人所谓运用之庙存乎一心 这个庙我们叫做灵活性 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 灵活不是妄动 妄动是应该拒绝的 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 基于客观情况 审视夺势 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 即是所谓运用之庙 命系刨除 何足系在 此言不当 岳飞 文天祥 曾靖 戴明氏 瞿秋白 方志敏 邓衍达 杨虎成 文艺多诸辈 以身殉智 不亦委乎 1950年 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访问 曾向斯大林介绍中国共产党军队在革命战争年代不畏艰险视死如归的精神 翻译费德林不明白归字的含义 请求加以解释 毛泽东说 归字是回到原来状态的意思 这句话即使说 藐视一切困难和痛苦 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本状态一样看待死亡 并进一步解释说 这是十二世纪古代中国的一位著名统帅岳飞使用过的一种说法 岳飞以抗击女真人入侵的军事远征而出名 斯大林明白意思后也不禁小声说道 看来这是一位天才的统帅 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和雄才大略 岳飞是南宋初年的抗金名将 也是我国人民极为熟知和身为景仰的历史人物 毛泽东很推崇岳飞 教育广大干部要像岳飞那样有骨气 要以身殉智 毛泽东对岳飞答宗泽的那句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急于肯定 并把它加以阐释 赋予新的意义 作为中国革命战争中的一条很重要的军事原则 即指挥员基于客观实际情况 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 岳飞冤死风波亭 人们把责任全部推在秦桧身上 毛泽东认为主要责任不全在秦桧 幕后是宋高宗 秦桧不过是执行皇帝的旨意 而且赵构自己也承认 讲和之策断字震制 秦桧但能暂政而已 毛泽东又谈道 这是封建使家为圣君惠儿 明朝文征明的满江红 笑区区一惠一何能 逢其遇 并非独排众议 毛泽东此番话是针对书烟写的话剧 《金钟报国》 以秦桧影射汪精卫说的 在毛泽东看来 汪精卫是赵构 是投降的罪魁祸首 岳飞的满江红一词是他的传世名作 毛泽东很爱读这首词 并曾首书满江红全词 1975年8月 毛泽东接受摘除眼睛白内障手术 就是在满江红这首词的唱片声中进行的 台望眼 仰天长笑 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陈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表达了岳飞的济世壮志 与毛泽东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的壮烈情怀 产生了共鸣 岳飞一生 以金钟报国为己任 坚决抵抗金人入侵 敌位灭何以为佳 他要学靖康之耻 灭臣子之恨 在壮志难愁之时 他还期待着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区 实现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雄心壮志 岳飞在抗金战场上屡见奇功 创造了以五百清兵 击败金军十万大军的战争奇迹 演成一战 他因敌而制胜 抓住铁塔兵和拐子马的致命弱点 驱离避害 采取灵活的战法 以己之长 积敌之短 充分发挥马步军的作用 一举歼灭金物竹的精锐 石金斌对岳家军闻风丧胆 感叹 汉山翼 汉岳家军难 岳家军之所以能百战百胜 与岳飞严渔治军密切相关 他曾谈到用兵之术 人 智 信 勇 言 缺一不可 岳家军行军或驻扎时 都对百姓秋毫无犯 纪律严明 成为岳家军的一种光荣传统 岳飞对将士 有功必赏 有过必乏 平时对士兵爱护有加 足有吉 功为调要 诸将远述 前期问劳其家 死士者哭之而欲其孤 凡有犒赏 岳飞都平分给将士 从不拿一分钱 朝廷封官败绝 他总是以将士效力 非和公之友 为托辞辞谢 在作战指挥上 他勇武而有智谋 善于以少击众 美欲强敌 坚定自若 身先士卒 无勇过人 欲有所举 总是先召集诸将谋划 谋定而后战 因而获得胜利 宋史岳飞传 称赞岳飞道 西汉而下 若韩 鹏 将 贯之为将 待不乏人 求其文武全弃 人质病师 如宋岳飞者 一代其多健在 有人认为 他忠奋激烈 议论持正 不错于人 足以此得获 在我们今天看来 这不正是体现了 岳飞的优秀品格吗 秦山有幸埋中古 他英勇抗击外族侵略 坚决反对民族压迫的 爱国主义精神 和坚真不屈的民族气节 为中华民族树立了优秀典范 值得人民永远纪念